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有什么潜力股可以推介呢 我反而不是抵护一些大陆的科技股 这也是一种中概股 就是汽车之家2518 其实之前早几天公布了业绩 如果你纯粹看业绩 就不是很英俊 Q1收入跌两成 归属股东的正利 其实也要跌50%过外 为什么要做得这么差呢 因为有些媒体相关的业务 因为有供应院又疫情等等的影响 令到很多卖车的小张广告 另外有小张人去找车 那些线索服务等等 其实都会受到一个压力 但媒体方面小张广告压力 当然对它来说是影响得到最大 但到现阶段来说 为什么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 其实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内地会刺激消费物 而最主力的一个动力就是 你据回汽车 如果汽车的销程去往 做汽车资讯 或者二手车平台的汽车之间 我相信应该会是受惠的其中一种 而且近期策略上来说 它也会布局这些生产品 特别是围园着一个新能源车去做 这一点来说 我相信会捕捉到整体新能源车相关的需求 还有你今天期许出来的 很多就是之前充劲汽车下乡 汽车下乡下去 就看一些人觉得原油股 但你看看这些个别的地方 它也是说 在你的汽车下乡 其实如果你的新能源汽车 落到下乡那里就更加好 其实所以整体 我之前比较看好一些新能源车股 都是一个原因 你整体去到这个时刻 都要下乡的话 都是你推些新能源车下去的话 我相信未来都是一个比较 肯定是不会再左右去变 都是一个很 consistent 去谷这一样东西 它在布局上也做得对 所以为何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来看 你可以去留意 主要也是一个原因 就是如果你真是内地去 落实去谷汽车市场 而它真的落实了 你谷不谷汽车 大家要去看 我相信 怎样都一定比第一季 或者是第二季初的时间 慢慢回暖 除非是什么呢 除非疫情突然之间又爆破 你控制不到 但这些是一个不可预估的情况 我们没有办法这样估计去做一个选择 所以在这个整体大环境之下 去就它 然后我相信它的业绩 也可以因为这样的情况去改善 其实它本身去到第一季 它也没有说怎样减低整体的成本 其实这个不是那么好 但现在就见到它 因为你内地去刺激政策 反而就是它第一季没有减 它其实就可以 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能够吃回 pick up那一下的表现 再加上它整体的中概股表现 也会更好一点 现水平来说 如果上海加上网的话 我觉得可以上网着 4月的一个水平 不要太高 如果穿得到68 这个水平的话 我觉得才可以再上网高一点 去到70 甚至75 其实都应该可以的 短期来说 整体的趋势 其实都是一个 叫做 还行了一段时间 络络络络络络 是希望可以 可以pick up 一个比较好一点的 up trend 升回上去 这应该是68.05 其实相对上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一点的 一个阻力位置 如果穿了的话 才可以看得到 我觉得其实 如果真的穿得到 应该可以看得到 75元的水平 向下 万一再赔回上去 我觉得去到53 或者50元 这些水平 暂时来说 先去观望 因为如果这样 都赔回上去 有些 可能是真的 宏观环境 有些比较大 我宁愿收回些钱 大家去观望一下 比较稳妥少少 今天就说到这里 看看大家有什么特别问题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